2023回安铁人三项竞赛与花林县府还有体育会 将在9月17号在寿风乡鲤鱼潭风景区登场了 吸引了近千名的参赛选手共襄胜举 而白铁教父赖小春也鼓励更多人来投入体育运动的领域 有白铁教父之称的赖小春指出 今年度将持续办理 他也非常开心有上千名的朋友支持 感谢花林县政府鼎力相助 加上花林县本身就具备良好的环境 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团体举办体育竞赛 赛道里面我们将有全新的下水专属的平台 那这个也特别感谢花林县政府特别的支持 以及考量到各位的安全 那所以特别打造了这个平台 好让大家可以安全的下水安全的上岸 那相信在这一次的赛事里面 一定会有更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 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弹的一个风景 以及路线的难易度 所以呢 我们各位朋友们 我们将在9月17号与你们相见 太平洋回南铁人三项竞赛进行游泳 自由车跑步 让参赛的选手可以在凉快的环境下参赛 花莲旅渔潭环境优美 适合旅游运动 每年都能够成功吸引许多国内外的游客 来到花莲旅渔潭旅游造访 记者凌桀 花莲旅游采访报道